2016年11月30号 百个为你整理各报评论 首先是光明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没打着 你强奸不随 针对打祖丁儿子在国会 纠重打人的事件 光明日报评论专栏看见作者指出 这名是法律如无误的 巫统官二代 行驶暴力时的模样露出真名 带着恐怖味 但关键是 只把机构将会以 哪一项法令条文来提控他呢 作者以强奸与强奸不随来举例说到 虽然这名官二代要打一元 打不着 乱拳打伤了辅警 但根据警方的标准作业程序调查之下 官二代确实打人 但没打着啊 因此这就叫做强奸不随之案 而强奸是行慎罪 但强奸不随就演变成 非礼案小事一桩 如今警方是以骚乱罪名 扣押调查官二代 所以假若欲为官二代开脱 只需以赦罪与案情不符 就会卷入证据不足 无罪释放之局 接着来看新州日报的评论 标题是一刑法与巫统大会 针对正在召开的巫统代表大会 新州日报评论专栏 纯粹成见作者维承指出 此次巫统大会和哈比阿旺所提成的私人法案相关 主要是因为一刑法 陈氏与否主导权都在巫统 再加上作为国内最大的种族政党 巫统每年的代表大会都难免会挑起一些种族议题 而本期国会的休会期恰逢巫统大会前夕 党领袖能借着一刑法为引题 炒热巫统大会 作者指出 这场党代表大会很有可能是来接大选前的最后一场 因此核心领导层需要一个 凝聚力和方向比过去更强更一致的巫统 而种族宗教和大选议题 就是团结巫统最迅速最容易的方式 此外针对一刑法的立场 巫统盟党马华明镇都已经有所表态 这样有利于对付仍在一刑法议题中犹豫 甚至曾经支持一党的在野党 而巫统始终觉得 在现阶段对一刑法若其若离 所带来的政治利益会远比坚定配合还来得多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 订阅这一刑法若离 正在最后一刑法若离 更快的攻击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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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越来越来越好 二百分之蛮 越来越来越多 越多越北越来越来越好 越南越新越岳越南越南越